您家吃香春 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吃香春 有什么不一样 人家陈老家 你们家的院子 你就种着香春 对吧 对 我家曾经种过 种下去的时候就这么高 完了第二年一看坏了 要想要想采那香春牙 得搭梯子上去 望牙心碳呀 望牙心碳就够不着 对 最后真的是非常心疼的 那个原艺工说 你必须得给他修干剧了 对对对 否则你就没办法吃到香春牙 所以我们呢 就忍痛给他剧了 谁知道第二年一看 侧枝又长得一层楼半了 就它特别好活 非常好活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中医观察 大自然所有的草木 只要是非常好活的东西 生命力旺盛的东西 它一定补羊 香春在中医来说 我们认为它特别的补羊气 对 它不是说是跟韭菜一样 能撞羊是吗 它是蛀羊 我们不叫撞羊 都是蛀羊 韭菜冲春顶着血 它就冒出来 对对对 而香春呢 它就是在春寒疗窍中 它就能发芽 它就长那么快 所以凡是这样的东西 咱们多吃 一定对我们的身体 补肾羊 非常的有好处 你像我们在家里炒这香春鸡蛋 对吧 好像先要把这个香春烫一下 然后再炒出来 才有那个香春的香味 对 其实应该说是这样 大多数的这个香春 你都一定要热处理 嗯 要超一下血 大多数 对 我们从健康角度来说 怕它产生亚蕉酸盐 哦 亚蕉酸盐 但是呢 有两种也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们开春 嗯 这个头茶 刚长出来这一茶的香春 它非常的鲜嫩 这个是不需要热处理的 你可以直接的两半 再有一个就是 后面我们还会说一种香春的菜 那个也是不需要的 老师您说我这个 你看我这鼻皮子 就好像这期有点 春天来了伤风了 还有点鼻炎 嗯 其实你这个吃香春也管用的 因为香春 我刚才好像阳气往上走 可能也能够通 那我怎么办呢 因为我还有点伤风 假如伤风赶爆 咱们就是葱姜加上香菜水 是吧 但是假如说 你是这个春天来了 犯鼻炎了 嗯 你也可以多吃一点香春 它不仅开鼻窍 它也开眼睛 春天我们发尘嘛 就是要把那些 陈旧的东西排出去 嗯 所以吃这个呢 老化认为是让人耳酸莫名的 那我们刚才说这个香春 一定要加热 是怕它有这种亚锹酸盐 不容易的吗 对啊 如果您在市场上买的 您很难确定 它是不是头肠 我建议您都超一下 除非您自己家里种的 那您就可以 香春刚才我讲了 它是去风湿 去寒气 补洋气 但是呢 如果说每年 香春的季节就这么短 你要是光吃这么一点 真的是不够 那我介绍一个方法呢 就是把它用油泡起来 用油泡起来 对 这有什么好处吗 那是吃油啊 还是吃菜啊 两个都可以吃 而且很香 不仅呢 香呢 它对于糖尿病 有调体作用 还有就家里 如果有谁胃口不开 食欲不振 像小孩他不爱吃饭 至于以前 我们给小孩用来打虫 就是他如果 肠道里有点小灰虫啊 就给他用这个方法 就用这个香春油吗 油泡的香春 油泡的香春 但是你看 我之前还没做过 这个香春用油泡起来 但陈老师说 这其实是有这个 就是从方角理论上来说 它是非常致致的 为什么 因为油能隔绝空气 哦 隔绝所有的东西 我这有个做法 我们来 所以这陈老师咱这样 我们边说边做 陈老师 陈老师反正 主要陈老师在这 我们就不要动手了 陈老师咱们边说边做 好吧 你这要菜到底怎么做 我们也跟上电视机 观众朋友来学一下 什么油 他叫什么名字啊 油浸小菜 今天我就非常荣幸了 因为我能够有这个 你说我配合你 大师来帮我做这个菜 这箱子用切嘛 要切 咱们首先呢 把这箱子啊 洗净 当然要洗净了 然后咱们切成半寸长的段 半寸长 对半寸 这么长行吗 对差不多 是吧 就一公分半的样子 对了 就差不多这么长 这个长 完了咱们放盘里 咱们再弄点盐 稍微可以多一点 因为咱们这个是 长期保存的嘛 咸一点没事 对 这个揉透了以后啊 腌两天 那这个菜腌完两天 这叶子是不是什么 就都变了呀 水都下出来很多吧 对了 它就发深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个水啊 取出来 实际这就相当于热处理的那道工具 明白 挤干了以后咱还晒呢 还要晒啊 咱把它搁在阳台上 就晒到一个七八成干 它有点翻腻的感觉 就可以了 要密封吗 不需要 不需要密封 直接放在一个温度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因为咱们烟箱中的时候 都是春天 不会很热 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么一搁 就是咱们现在是那温度 应该是时度会陪 晒腻以后 咱们先油里头还炸点大料 那咱们就做吧 这等于是现在就讲到 我们是晒干了以后的这个工具吗 两天以后晒干了 不是两天 两天完成再晒干 三天以后了 三天以后了 这三天以后它已经腌了 完了咱们锅里呢 多使点油 因为最后这个油泡出来 这油也有油 你看放多少 多一点吧 对 多的 多点可以给它泡透 行了 炸一下 那咱们再来几个大料 来上个三五个 三五个 小火给它 把它炸成大腰味 炸出那个味儿 那比如说陈老师 就像这道菜 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来吃 这个菜呢 它比那个新鲜的香醇来说 它吃的适应的人群更广 因为我讲香醇是个八五 那我们经过这样腌制 又晒 再加上炸制 加上大料之后呢 它就不太发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有些人他不是咳嗽 他就是早上起来 他总想清早 像我做主意这样 尤其在刷牙的时候 我觉得你觉得要清爽 这是人体一种自我保护 它老产生一点痰 但这种情况下 你就吃它 所以它的效果很好 很快就清爽了 那这油可以了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个变色了 这大料还用捞出来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我们一起 因为其实这个烟 它在这个泡的过程中 我们不是一直保存吗 大料在里头 油里头一直泡着 它还会释放它的药性 并且它防腐 明白了 那我就开始炸了 但是跟电视观众要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现场 就是操作 简单的 对对 把这个过程跟那样说 但回家 这个时间还是要烟够 然后把它量的七八成沙 七八成沙 如果在家里就没有这么大冻结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水分还是比较多 还有比较多 对 像这个炸多少时间啊 它就有点脆脆的感觉就行了 实际是很快的 稍稍有一点发黄 是吧 来 陈老师 你可以吗 大料饭也不捞出来就办 对 都在里头 然后我们还就存在这个碗里 是吧 找一个应该是密封的罐子吧 我们一般都是拿一个瓶子 把它装起来 然后封上就行了 今天我们的理解 有什么想法 我们有什么想法 咱们一起来